歡迎收聽聊不膩的投資話題 今天呢 我們一樣再度來邀請到的是 劉峰和劉大哥 哈囉 我又來了 Amy保險王 把上一集真的聽不膩 真的聽不膩 這樣子聽了聽著 我們還沒聊完就已經1個小時了 對 我覺得 很想要繼續聊 繼續聊 受益量多 對 其實保險這個題目可以一直想下去 我為了保險這個題目我寫了8本書 你看到多少東西可以講 真的 只要你們敢邀請我我就敢講 沒問題 我不怕被投訴我就敢講 我就是欣賞劉大哥這樣子的個性 你看那十知十複對不對 從舊的又弄到新的 然後新的還是最原始的那一版 真的還蠻衝擊 回到最原始 很衝擊 弄來弄去 繞了一大圈 繞了30年又回到原點 又回到原點了 你們小朋友15歲的保單 也是弄來弄去又回到原點了 以前可以買了 以前不能買 後來不能買 有時候只要兩百萬 兩百萬不行 有時候都五十萬 有時候又回到原點了 到底到底 那重點是接下來的內容 你真的要請就聽了 要注意聽了 尤其是不管你現在是要正值退休的年紀了 或者是要邁入婚姻 或者是你即將要生小孩的這些新手爸爸媽媽們 該如何來做規劃 還有包括剛出社會的小資族如何幫自己買生平的第一個保單 我覺得這是第一步很重要 剛出社會的小資族他們的第一份保單 大部分都被他的大學高中國中的同學給鎖定了 有 就身邊周遭先圈起來這個可以這個可以 甚至於當兵的換成了 換成了換成了 患難兄弟 但是還是那句話 你們在購買這個保險之前 因為保費 他不是只繳一年 我一直在想著他有時候繳20年 你一定要好好想 不能感情用事 這是你辛辛苦苦賺來的錢 所以說我們這邊大概有規劃一個小資族 你應該怎麼樣用最少的錢去買最高的保障 是唷 這邊有一個小資族 我這個小資族應該都是可能都大學剛畢業 簡單講可能薪水也不是很多 22 33 44的 22會不會高吧 現在應該沒有 現在是27 現在27了 以前我剛畢業的時候才14000而已 哇 這個是什麼 時間通貨膨脹 真的 1萬1萬4 被我媽媽勒索了1萬塊 哈哈哈 因為要強迫出去 一定要強迫出去 1萬4到現在2萬7了 對 那以前我還是軍官 我剛才1萬4 我到現在記得14288 中衛排長 哇 好小資族大概區分為兩種 大概分了一個叫機車族一個叫做不是機車族 因為小資族很多都是剛出社會他不可能買車嘛 機車代部嘛 那機車族是大部分的 因為他最省錢 那在機車族這方面小資族你賺的又不是很多 我建議大家一定要把這個意外險的部分給他買到很高 意外險很便宜很便宜 因為再怎麼高也不會多少錢 因為所有的保險裡面最便宜的大概就是意外險 因為月兒險接受的程度大家也都沒有問題啦 像大家出國 像大家出國你會不會不買旅遊平安險會不會 一定會買 一定會買嘛 旅遊平安險就是一個五天的意外險 對 那我們現在保一年的也沒有多少錢 那機車族的話 因為機車很可憐 因為開車的是撞人家 機車是被人家撞的 肉包鐵嘛 被人家撞嘛 因為人家撞一撞很慘 所以機車族你買個五百萬 他的理賠是申雇或者是殘廢 我們現在不能叫殘廢啦 殘廢人是會罵 我們叫失能 大概失能就是等於殘廢 殘廢就等於失能 簡單講就可能缺手缺腳 可能就是怎麼樣 五百萬的話一年大概只要差不多 十五千塊錢就差不多了 十五千塊錢 然後小資族再買一個癌症 當然有些我也講說 我這麼年輕 這麼年輕我買這個癌症 怎麼可能得癌症 我知道啦 大家都很年輕啦 都不太會容易得癌症 所以說小資族年紀輕的這種癌症保費 很便宜 很便宜 你看這個男生大概 大概買個五六個單位 大概就是不到一千塊 九百塊 女生稍微貴一點 兩千多塊 可是女生也太貴了吧 跟男生比起來 這個價格 小姐 兩千三你覺得貴 你去買那個儲蓄選一年繳多少錢 不是上一集才說嗎 儲蓄保養六萬塊一年 對不對那六萬塊繳多少錢 你不嫌貴 你嫌這個兩千塊要貴 你看看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男生你看起來要九百塊 女生要兩千三 這要解釋一下 我發現品化真的是很懂 一點他就知道了 因為女生的器官 不怪是有年齡 器官不要做什麼乳房 因為女生的器官比男生多 而且多出來的這些器官 耗發癌症的機率也比較大 所以說在這個年輕 大概四五十歲以前 這個有關醫療 有關癌症的這個部分 女生的保費都會比男生貴一點 那確實其實合理啦 買個三四五六個單位隨便我們 大概有兩千多塊錢 當然這麼年輕不容易得癌症 所以他保費也便宜 也不會很貴 那我常常跟女生講說 這個九百塊一千塊 你就把它當作是去廟裡頭 去點個光明燈 這個布施點個光明燈之類的嗎 對不對 可以點光明燈 對不對 我們買保險 你買的對低保費高保障 你也當作是一種光明燈 你覺得有道理喔 我點一整光明燈 他有分那個高低位置 對 有分位置的 你點完這個佛 你佛祖比較近 你近的人就比較貴 另外一個佛也要個光明燈 這個廟也點完 下個廟也要再點 我點沒完 因為我太太就要每天再點 我以前還會講一下 後來我也不講 但可能東西很有用 保佑我 你看老婆就是 但是我覺得這種買對保險 也是一種光明燈 而且它還有一個好處 發生事情可以先幫助我們自己 對不對 沒發生事情透過這個制度 去幫助別人 對不對 那小竹竹意外賢買到了 癌症先買到 因為癌症你真的發生的時候 很可怕 心情會不好 治療時間又很長 那還可以買一個簡單的 小小的壽閒 那壽閒也不會很貴嘛 那這個時候你看 200萬的壽閒 小自主的女生就便宜了 200萬 1200萬 100萬 四不六百 對 今年六百塊 有笑嗎 笑喔 給他個十斬嘛 對不對 男生就稍微貴一點 這個時候剛好跟醫療的部分相反 是相反的 因為男生可能比較命苦 比較命苦 所以男生保費貴一點 所以說那小自主 剛出社會這三個保險 大概就 簡單講是基本上是夠 你不要這三個先不買 你先買什麼儲蓄的 買什麼投資的 買什麼挖鉤一大堆 繳好幾萬 這個保費你看一年 大概七八千塊 可是跟大家所認知的 我有保意外險 然後有保瘦險 有保癌症險 我如果 你檢視自己的保單 劉大哥我也有保這樣子 可是我一年要夾到好幾萬 怎麼會差在那 那可能就是 因為我在這邊強調的都是 低保費高保障 那簡單的講這個是定期的 定期的比較便宜 中生的就很貴 等一下我們打個數字告訴大家 貴到你嚇死人了 你可以把整座廟買起來 這個燈 這個燈不退 開玩笑啦 這是誇張的想法 我覺得 這個數字都是你點的 完全沒有褻瀆神明的意思 沒有沒有沒有 那剛剛講的是機車族 現在還有一個飛機車族 其實飛機車族 飛機車族跟機車族 大概唯一的差別就是 意外險的買的高與低 對 搭捷運的人比較 基本上比較安全 搭捷運的人雖然是比較安全的 就是人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明天一萬比較什麼時候先來 誰知道誰要拿刀出來 會不會有這個政節第二 對不對 買個一試一下 也把它當作點光明燈 買個兩三百萬 大概差不多 所以飛機車族會比較便宜 那保費 我覺得一般人都可以接受 你只要不要亂花的話 只要不要亂花的話 一般人都是可以接受的 好 這樣就保上就差不多夠了 幾千塊錢而已嘛 你買的主持人一年繳六萬對不對 你只有買那一張 你確定嗎 我再一次強調 我只有買那一張 從以前到現在 你只有買那一張 那個朋友的那一張啦 所以我才會買啊 因為我就人生就一次 他還有其他朋友是買其他張 沒有 你的保單 下次我們開個節目 叫檢視保單 檢視一下保單 你把你買的A保單 B保單 C保單 通通通帶過來 好不好 因為他到底哪些是有效保單 哪些是無效保單 可以開一集 該砍的就趕快砍一砍 對不對 開一集 上集 對 開下一集 下集 所以小 開一集 哪些朋友直接拉黑了 好 我們的退休族 退休族 好 剛剛是小事族 退休族 退休族 基本上這個人的活到的 差不多大概 五六十歲 五六十歲 大概前面我們中間內大線不管 應該有的也都有了 也都有了 其實我這個保險就是化房為檢 再怎麼樣就是三四種保險 因為退休族他也是分機車跟不是機車 他的額度可能 退休族這個人可能他這一輩子投資理財很適利 也都賺了很多的錢 那他的保障就不像那個 巧之族 剛結婚的那段 青壯族那麼重要 他的額度也可以 就隨著我的年齡增加 慢慢的減少 因為他搞不好有兩棟房子 有三棟房子 有十張台積電 對不對 他可能在保險這方面可以慢慢降低 那你說真的沒有 完全沒有他可能覺得怪怪的 那買一點 就他還是差不多點光明燈的概念 因為有些人就是有敗 五百比 他沒有 還是覺得怪怪的 你就是花一點點的錢 花個一兩萬塊錢 買一個大概這樣子的一個額度 退休族其實也不是那麼樣的麻煩 那前提是 你一定要做好投資的動作 如果說你這個今天已經到最後 你還是一窮二百 對 什麼都沒有 那你的保險 那可能他也繳不起保費 他如果說一千是一窮二百的話 他真的 那就拿命一條 那沒辦法 那你這一輩子可能就這樣子 就過去了 那這個 你再敗誰也沒有用 那這個小資族 這個退休族 做好投資理財的動作之後的 你的額度 你的內容就可以參考這張表 好 好 這是退休族的部分嘛 對不對 是 因為他機車族跟開車族 那開車族 其實有一個保險就是 就開車族很重要 因為我剛剛有 一開始有講過嘛 撞到股票上市公司的老闆 剛剛好像 講師以示啦 對對對 那個撞到別人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撞到郭先生 對不對 你十棟房子也賠不起 所以開車族有一個保險 就是第三人責任險 第三人責任險 第三人責任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撞到一個人 可能賣了兩棟一棟都不夠賠 那這是賣點小錢 轉價給保險公司 這是我一再強調 你的車子要不要買假式 以示 秉示 你要不要買颱風 地震 洪水 我通通不管 但是你一定要把第三人 賠給別人的那個部分 拉到大概一兩千萬 保費很便宜喔 大概四五千塊而已 很重要的一點 像我現在我是不敢開車啦 因為我曾經也開過車子嘛 也出過世期嘛 那我小朋友也開車也出過世期 所以說我們現在全家就是 大眾交通工具 就是你坐計程車 你坐捷運你花不了多少錢 真的 而且坐捷運 又看妹妹 Sandy 脫不靈 我講出所有的 我們這種成熟男人正常的 有 可以 好 因為你的視覺 你的各方面感官都是很健康 很清晰 你的人生就會充滿著 這種健康身體就會很好 彩色的 人生就彩色的 我相信你們也是一樣 你們坐捷運 你們是不是也喜歡看那種 漂亮的妹妹 不光是男生喜歡看 我就問過我太太 女生也喜歡看喔 女生味道漂亮的 看她的打扮 看她的穿著 看她的品味 是不是 就是一種享受 你每天開車 他每天都坐在格子裡面 哈哈哈哈 看到的都是車 碰到後面後面後面還跟人家喇叭 嗯嗯嗯 現在碰到這種 這種碰瓷啊 這種很多 很多 好啊這扯到題外話 拍攝第三人就是很重要 了解 第三人責任賢 然後來到小智族退休族 那麼接下來 如果你是上有老下有小 這個家庭式的保單 嗯 這就非常重要囉 說到家庭式保單 你就是所謂 你在猶豫的當下 你就是一個假心麵包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Man團樂 有劉大哥在這邊 給你靠 哈哈 家庭 家庭式保單 家庭式的 在講到家庭式 可能就是青壯主啦 對 那在講到青壯主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人就很重要 男人 不是 小朋友 居然是小朋友 不是 他很重要 不是說他很需要買保險 而是說 每個人都會問這一個 對 每一個人都會問 他會忽略到自己 忽略到男主人女主人 他一定會用 我家的小朋友該怎麼買 對 所以我們講到這個小家庭 青壯主的時候 我們先講到這個 好像重要又好像不重要的 這小孩子的保險 我們這邊有一個幼童的組合 這邊有一個幼童組合 那這邊幼童組合 因為小朋友 再怎麼買保費都不是很貴 對 沒錯 再怎麼買保費都不是很貴 而且這邊的大概 1 2 3 4 5 6 7 8 大概有規劃了 大概8項左右 那個除了第一項是必買的主約 其他的都是 都是可買可不買 你可以自行調整 那這邊 會有一個跟我之前講的 有一個矛盾的地方 就是一個第三項 住院醫療 對 我剛剛開始的時候不是在講 可買可不買嗎 這個地方要怎麼把小朋友拉進來 因為小朋友長生病啊 對 因為小朋友長生病 還有呢 他的保費也不是那麼貴 而且這個 所有的 爸爸媽媽 都一定會問這個東西 小朋友有沒有買醫療型呢 那他的保費也不是很貴 而且剛生下來 也確實有很多狀況 那我們就把小朋友的給他放進來 那其實他慢慢長好了以後 到了8歲 9歲10歲以後 你覺得可以了就可以了 所以說我們把小朋友的十字十字符給他加進來 是 癌症也到六個單位 對 你看 你看癌症六個單位 也沒有多少錢 你看 癌症一百萬 一歲的男生 三百多塊錢 七歲的男生 大概一百多塊錢 重大傷病也是一百萬 三千多塊錢 到七歲以後 怎麼變七百八 我有沒有寫錯 沒有 因為為什麼 長好了 七萬都長完整了 有沒有 年紀越大 保費越便宜的 有沒有 在這裡 有沒有 癌症也是一樣 有沒有 從那個多少錢 從234到七歲以後 一個單位 93塊 各位聽過 保險一年繳九十幾塊的有沒有 聽過沒有 一五元賺九塊三毛 哇 這麼廉價 這個是舉個例子 那這樣通通保險有意外 有住院醫療 有中大傷病 又有癌症 也買到很高了 買到很高了 基本上蠻高了 一年大概七八千塊 不到一萬 但是很多人 很多人因為你的小朋友 剛生下來 對不對 小朋友的乾媽也出現 也多了幾個乾爸 然後我幫你規劃 這個小孩子的保險 隨便規劃大概兩三萬 對 隨隨便便大概兩三萬 劉大哥為什麼就是七八千塊錢 而且還還蠻多的 而且很多都百萬的 對不對 那其實簡單來講 這是定期跟終生的差別 定期跟終生的差別 那我覺得星球有嘛 先保大嘛 對 再保小嘛 先保近嘛 再保遠嘛 這是我們這個規劃 我啦 不是所有的業文都這樣 那我的規劃就朝這個方向 那小朋友大保二保 對不對 最多的保護有五個啊 對不對 多買你看這個保費 如果你多買真正的話 一個三萬 我光小孩子就是 沒錯 而且你講到兩三萬的保險費 搞不好裡面的保障還很低 對 如果一兩三萬來說是低的 對不對 那要把七八萬 好像不行喔 你這樣子 這樣不行不夠 還要再增加 三年以後就啦 再多一點單位的 三年以後 六單位 十二單位 你現在這個日額已經這樣 我個人是覺得啦 有些東西可以買多一點 沒有關係啦 就越多越好 他就說 以前你這樣子 你不如一次到頂 我 我的癌症就是到很頂 直接到頂了 很頂 天堂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買的很多都是公司的團保 很多都是這個 一年期的保費不貴 為什麼我買到很頂 我告訴各位喔 所有的疾病裡面 最難處理最難的就是癌症 基本上啦 對 目前來看 因為罹患又很多 對 越來越多了 我的生活周遭很輕的 大概第一線 第二線 很輕的 大概就有五個得癌症 哇 五個 因為現在離癌率是都很高 非常非常的高 那你說 那有時候又很需要花錢 那可能醫生又會跟你講 健保的藥不好 用藥 自費的藥 健把 什麼的 住院 你聽了之後會不會覺得 我有保險 我不是大領保險 我是真的是 如果真的的話 真的的話用好的 其實也很可能 那就我買了大概 我買了大概 病房費 如果住院一天的話 大概可以理賠到五萬塊 很多欸 一天五萬你住VIP房都可以 真的到天了 村莊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每年 沒有每年 我大概每兩到三年 我就去大醫院做一次 全身的身體健康檢查 在檢查之前我就跟醫生講 你要用最好的儀器 最精密的儀器 你一定要幫我檢查出 一顆癌細胞出來 然後就安排我住院 結果沒有 結果每次出來 健健康康 劉先生 你這個應該不是癌細胞 可能是長個 有一個黑點 有一個什麼 0.01公分 沒有關係 哈哈哈哈 電血追蹤就好 但是我買了 我不是說叫各位 跟我一樣就買了那麼多 因為我買的都是定期都很便宜 但是我覺得 我有買 然後我也有按時的做 身體健康檢查 其實我的人生就是比較安定 安定的話 我一定要安定很重要 安定的話身體就會比較好 小朋友組合 小朋友組合 大概就看這張表 男生女生醫生 這大概啦 大概的一個保險費 因為我不可能把一歲也列出來 兩歲也列出來 大概這個樣子 七八千塊大概是差不多啦 那 講到小朋友完了以後 就還有一個叫做家庭 爸爸媽媽對不對 那爸爸媽媽其實跟我剛開始講的 小字族也好 退休族也好 有點類似啦 有點類似 把男人女的分 因為家庭的話你就是責任了嘛 對 那你責任你又是機車嘛 對不對 你機車的話 五百萬我絕對不夠 不要覺得五百萬 好像付很多的保險費 五百萬其實不會 我覺得啦 你有家庭 你有小孩 你騎摩托車 你最起碼一千萬騎跳 我覺得 我自己把我的經驗告訴各位 那時候我小孩朋友兩個才大概三歲四歲 我在做保險 我在做業務 我沒有很有錢 我騎個破摩托車 我下大雨一樣去客戶那邊服務 下大雨的因為橫衝直撞 也不能橫衝直撞啦 因為要講究速度要快 對不對 那你知道這個所有的馬路上面都會有那個白線跟黃線 對不對 那個白線跟黃線是 對不對 那我那個老爺車 那個輪胎又沒有常常換 那個叫什麼 那個摩擦度 係數又不好 我就清清楚楚 摔了兩次大驕 哇 摔大驕沒關係啊 其實 破皮而已 對不對 我有一次摔著大驕 停下來 大概滑了大概 兩公尺 滑了兩公尺 不遠 不遠 但是我滑了兩公尺之後 大概在我前面五公尺的地方 大卡車的那個輪子 又在我前面 哇 真的是一瞬間耶 嚇出一條冷汗出來 我隔天 我本來一萬錢 馬上飽 對 我本來一萬錢買五百萬 我隔天馬上加到兩千 加到兩千萬 當下跑馬燈出來了 趕快加飽 但是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年紀已經大了 我現在不會那麼充 我現在又回到大概一千萬 OK 又回到一千萬 所以這個家裡頭有機車族 小孩子又小 你又有房貸 又有什麼 又是很重要的 真的啦 你的別的保險 你說你不買沒關係 真的 意外險一定要買 但也不一定要 像我買到兩千萬 對 一千五百 都可以 一千起跳 那有公司的團保也可以 你的公司團保 因為蠻便宜的 所以說急車族 一千萬 然後你的癌症呢 可以再馬上加 剛剛可能三個單位 四個單位 兩個單位 沒有關係 那我這邊就以六個單位來做例子 那壽險剛剛不是有兩百萬左右嗎 對 因為你一個人 一個人保全家保 可是你是有責任的 是的 五百 五百 因為為什麼叫五百 各位不要覺得 壽險是給別人用的 我買這幹嘛 好像也對 那好像也對 但是問題要 你只要四十歲的男人 你有沒有一句話 四十歲的男人只剩下什麼 一張嘴 一張嘴 四十歲的男人只剩下一張嘴 還好的 其他身體的其他部分 慢慢慢慢開始 幹嘛 退化了 退化了 對不對 因為現在又晚婚 對 又晚婚 然後那個小朋友又小 你又超過四十歲了 我講難聽點 四十歲 三痠肝油脂肪肝肝膀膽肌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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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肚炒 一堆子都出現了 對不對 一堆子出現了 多少擔心一下 買個五百萬 一年期的售險沒有多少錢 沒有多少錢 所以這家庭的組合 機車主跟開車主 大概就可能差別還是在意外型的部分 但是你開車主還是很重要 我現在強調 你不要說 我剛講過 開車都是撞人家 你因為我開車還是騎摩托車 我就騎摩托車 有沒有摔過 也有 所以我知道那個打滑 因為我也是自摔過 開車嗎 你有開車嗎 我沒有開車 妳有沒有開車 我開過車 有沒有不小心撞到 不小心會去共識 我有撞到別人的那個 所以說都有嘛 所以說都有嘛 所以開車的人 開車的人就是 花點小錢把第三人給買到夠 那個第三責任險 家庭責任險 把這三個必買的保險 買到好 買到夠 買到滿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大家說劉鳳你有沒有做業務的 當然啦 雖然你這個賺10%的佣金 你叫你要買到好 買到滿 你也賺不少 也對啦 也對 他不否認 也對啦 我沒有否認嘛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現在的保險公司 他在審核的時候非常嚴格 他現在在這個 而且我們現在做 不管任何體檢 那個機器非常的精密 當以前可能照個X光 照不出來什麼東西 對不對 現在照個什麼什麼低密度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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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子供證的 0.01公分都給你照得很清楚 好 OK 你只要有這個紀錄 在你的健保卡裡面 你要去跟保險公司去投保 對不起 NO SO 所以說為什麼要趁身體健康的時候 你買到好 買到滿 因為你買高一點 你以後往下降 OK 不需要任何條件 你不能說劉大哥我現在 我現在癌症很重要 我買一個單位就好了 我說可以啊 你要買一個買兩個誰隨便你啊 那我如果得到癌症以後 我可不可以再加到四個單位 我說保險公司你來開 哈哈哈 你姓聰 我們都姓笨 是不是 對不對 那你剛剛講的是肺部CT嘛對不對 大腸息肉 膽固醇 那這個什麼一堆子 對不對 一堆子 所以說趁健康都是 都沒有紅製的時候 買到好 買到滿 然後咧以後咧 你覺得怎麼樣 你可以往下降 沒有條件 你不能說你都不買 到時候有狀況你從頭往上升 就是那樣保險公司你來開 你來開 所以說千萬不能用這種 你姓聰 我們都姓笨 不要有這種心態 對不對 反正一年期的你可以隨時降 隨時降都沒有關係 題外話 我有想到 比如他那一年期定期 就是一年一次對不對 保證續保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不是啊 那因為這樣子 我也會有個話數出來 可是40到可能幾歲之間 然後我的保費會依照你的年齡 然後會越來越增加 緩慢的增加 不是極速的增加 可是從30歲跟70歲來比的話 好 這覺得就差很多 這個極潤大了 就差很多 那如果就這樣 與其如果就終身 就一個價到底 那我剛剛講過 你現在1000塊跟70歲以後 1000塊也不一樣 雖然都是1000塊 現在感覺不一樣 好 你們要買終身 你們會問這個問題 我最喜歡 因為終身保費會 我也喜歡啊 我一次就賺個15年 對不對 我也喜歡啊 但是問題是 也不能這樣說我要有良心 我們都會把數字跟文字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有這樣比較的表 你看了以後 我保證你 你還會買終身 我投墮給你 NO 這時候就不是你聲稱我心笨的問題 來看一下 這個很重要 因為大家的終身很好 我也知道終身很好啊 終身這兩個是多好 對不對 但是問你要看的保費好不好啊 對不對 所以當然我們買東西不是只看名稱 你要看實際上的這個內容 這邊有一個最簡單的 一個叫做 定期Focus終身受險的差異 我們這邊就以這個受險來做比較好 其他選手大概有大同小異 其實我們剛剛有講過 講過一個終身醫療的問題 20年以後還是那個 你再加買再加買對不對 對 不夠不夠了 也15000嘛 15000不夠 你要買住一天 我覺得75000嘛 像大寶7萬5小寶7萬5 大寶30萬嘛 20年以後不夠 你再一個30萬嘛 永遠再30萬嘛 對不對 你就沒有錢去就投資了 到了以後 真的 老了以後 我的大病沒有小病一堆 你又沒去住院 你買的真正醫療 用不到 然後如果命很好的話 一命嗚呼 什麼都沒有 錢也沒賺到 當然是開玩笑 但是這個命最好 真的 因為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就這個不會受到 不會辛苦 好 我們這邊 回過頭來 我們講以受險來做比較 我們剛剛可能在前面 觀眾朋友有隱約的可以看得到 定期受險 那個女生30歲的保費 為什麼好像一年是不是600萬 有沒有600塊 有沒有感覺 不行的話你再回頭 把你的影片再回頭看一下 100塊 你繳20年終身 終身好不好 3萬 3萬 你要買600個還是花3萬的 100萬保障 同樣保障都是一樣喔 你要花600還是3萬 快點講 但要花600啊 我是花600 你還在想3萬嗎 你還在想3萬嗎 我還在想 我是直接看錢啦 我沒有別的可以看 我先跟你講保障都一樣 都是叫受險 都是受險 對 一個是600塊 一個是3萬塊 都是拿到100萬 如果掛的話 掛的話都拿到100萬 你大概花600啊 沒有關係 想到什麼 直接問 可是耶 這是終身的對不對 永遠都領得到對不對 6、2、12 如果一年期的話 一年期的話 我到80歲可能沒 我跟妳講 先保禁再保原 因為小孩子小 妳有責任 妳有房貸 妳有車貸 妳有一大年 還有學貸沒還完 對不對 妳又去搞一個這個3萬 真的 我買這個受險 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100萬你覺得夠不夠 對這個家庭 不夠 不夠 對不對 燒一燒 30萬跑不掉 剩70萬 一年就花完了 你還有一個地方放 還要去繳那管理費 還有選塔位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不夠 選塔位加10萬 要剩60萬 妳想要高一點看海的 看山的 沒有 可能後面再多一個 這個意義性 不是說不大 因為妳要付出鄉東 那妳要買到 我剛剛講說 剛剛講過說 一個不管是小資族 不管是退休族 或者是家庭式的經濟支出 妳最想要收險可能500萬 500萬 男生16萬 女生15萬 兩個加起來 多少錢 30萬 我剛剛講過了 這個500萬 一個家庭一年要付 30萬 當然癌症險買終身的 有沒有 可能又要繳個 二三十萬 住院醫療 又買個終身的 妳可能又有二三十萬 妳這個二三十萬 這個二三十萬 這個二三十萬 那以後還有 妳以後還有 長照險 以後還有宿能險 以後還有什麼 30萬 30萬 我告訴妳們 齁妳是好咖 妳真的是好咖 妳是盤子吧 不是好咖 你知道嗎 拉黑先 通通都買了 癌症買到多了 重大傷病 買到多 私能買到多 長照買到多 意外買到多 妳今天會得了癌症 然後明天又私能 後天又長照 後天又發生意外 妳通通都種 妳不會 妳頂多就是 種個一項 就已經了不起了 可是妳花了 這麼多的錢 妳好像通通都有 妳們玩過呱呱樂沒有 過年 有沒有 兩千塊錢一張 有一種叫做 中獎率百分之百分之一百 妳保險通通都買了 中獎 妳覺得應該都會中 可是妳買兩千塊錢的呱呱樂 中獎率百分之百 中一百塊 百分之百 不然他騙我 妳是賺還是沒賺 還是沒賺 所以保險這個東西 其實保險也不是萬人的 妳買癌症不一定會得癌症 妳買中獎症 妳不一定會得這種 中獎商品嗎 妳買這個 那妳通通都買 妳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錢 非常多的錢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來 但是真的很多人 真的是變成保險的努力 這個也買那個也買 很厲害 我自己說一個笑話好不好 這不是笑話是真的 真的 真人 真人 有天我在辦公室裡面 就有接到一個電話 一定要來找我 一定要來找我 我說妳帶到 哇 彰化 哇 秘魯的都回來了 對啊 所以彰化算什麼呢 對不對 好 做到彰化 我問他說 後來他就來了 過幾天安排時間就來了 然後以後 他就叫我劉老師 劉老師 我真的要給你非常感謝 我說為什麼感謝 哇 我做那個美容的 做美髮的 做美髮的 賺了一些錢 賺了一些錢 因為做美髮 一天某泰的來給我洗頭 不知道該跟他說什麼 洗頭燙火 染頭髮 一共三四個小時 要講保險 某泰的 他說好像不錯 國差 差太 不錯 你自己買 買了之後 因為我也會給他推銷一些美髮 保養的對不對 我給他推銷 他也給我 打個好兇 對 國泰的弄完之後 簽好約了以後 給我換一個男三的 不是男三 某三的 某三的 我沒有要逼掉的意思 某三的完了以後 某幫的也來了 哇 但是 你推銷 你推銷他一個 那個什麼護髮霜 什麼什麼 他賣你一張 交20年 那他客戶很多 大概所有的20幾家保險公司 都會來給他洗頭 對 到最後 沒辦法 你買了多少 因為每個都交20年 沒辦法你也不知道要怎麼 因為他去 他去把他的A保單 給B保險公司的業務員 去做保單檢視 B公司的業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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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你的賣不好 沒有 不夠 對 你有把A的保單 B的保單 我剛好經過一個廟 經過一個廟 經過一個廟 他從來不去拜廟 他也不去點光明燈的 經過那個廟 覺得他在裡面去拜一拜 拜一拜心的時候想 我現在走投無路 我交保費獎 那麼多 他不曉得該怎麼辦 他跟神明講 對 講完就講了 出了那個廟以後 隔三部 一家書局 書局的掙錢 那是我的書 還正火紅的時候 就擺在書局 一進門口的這個第一個 這個人說保險 要來看看 他才知道 他才知道 神明只是他 要去買這本書 看這書之後 打電話給你 找劉大哥 真實 真實的故事 因為他一年這樣 這樣繳的保費 一年繳的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 好可怕 一百多萬 這三個頭就這樣 大家也太大了吧 就算賣那些產品 也才多少錢 很多都是終身的嘛 對 終身 反正就這樣子吧 所以說 終身的跟定期的 你們自己衡量 我們的口袋有多深 有深 因為他要繳20年 我在講醫師 要繳20年 他不是只繳一年 你繳了一半以後 你不想繳保險公司 我好開心喔 因為前面都很安全 你不想繳最好 你自動挺得很好 不要認為 保險公司 因為你繳越多 越久 你發生得越老 越老就會越發生理賠 你繳一半不繳 保險公司也很高興 是不是 好 終身跟定期 我們先求有 再求好 先保大再保小 先保近再保遠 那等一下 那老了以後怎麼辦 對 那老了怎麼辦 有人要推什麼 推長照 請給你 失能長照 對啊 可是現在年輕人 也在推這個東西 因為喔 這個選種是 因應外勞越來越多 以前沒有這個選種 對 以前沒有這個選種 因為滿街 看上去都是外勞 你知道吧 公園啊 大家都會怕 對 住在那邊 然後外勞在旁邊滑 滑手機 那我留 那我 為什麼很少講這種 長照 這種跟失能保險 因為 怎麼講 因為這個 理賠的喔 因為我剛剛講過 意外險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意外 大概知道啦 當然 被人家打 對啊 被人家撞啊 被人家撞嘛 對不對 被人家扁嘛 坐飛機怎麼樣 坐火車怎麼樣 來得很突然 跌倒嘛 對 你知道什麼叫癌症 大概知道嗎 對 惡性腫瘤 腫瘤 大概知道嗎 那良性的不算喔 良性的不算 很多人問我說 那我長個粉瘤 那個癌症型的可不可以理賠 要惡性腫瘤 幫幫忙忙 很多啊 很多啊 買書一下 那受險是不管怎麼死就 都是死亡 就直接理賠 會不會你想的死 跟保險公司想的死不一樣 自殺也可以 我先不講嘛 我們這個 這個理賠爭議性的東西 不鼓勵嘛 好 你想要死跟保險公司 想要死是一樣的 所以大概理賠這樣 我很清楚很明白 那有一個比較不清不楚的 或者是你想的跟保險公司 有很大的出入 有點出入的 我個人是不太喜歡賣 而且理賠金額不高的 我不太喜歡賣 那長照險就是其中一種 我們剛才講二性總理就賠 死掉就賠 意外就賠 那是很直居性的 好 長照險 我們請兩位 你們到目前為止 知道怎麼樣的理賠 什麼樣的標準才可以理賠 長照險 講不出來 我講得講得講不出來 無法治理 那什麼叫無法治理 好 你講到無法治理 其實比我的評判 你可以去做保險業務員 我真的有人這樣子 什麼都能做 我等一下講個故事 有一個客戶打電話給我 他不是像我買的 反正很多人不像我買的 都會來跟我哭訴 那個諮詢 那他就跟我講說 劉老師我要去投訴那個 保險業務員跟保險公司 說什麼事情 他說我先生得了癌症 我買了長照險 保險公司說不理賠 我說為什麼不理賠 他說怎麼樣 我說慢點不要生氣 不要忙 你慢慢跟我講你的狀況 他說我先生得了癌症 因為要休養大概一年 一年的時間 那公司就暫時沒辦法上班了 因為這一年時間要需要人家照顧 那個我買的長照險 保險公司去申請你賠 保險公司說不賠 因為不符合保險公司的長照標準 我公 對我知道 好 我問你白話 你跟我講白話 我說你先生可不可以走路 他說可以走路 我說你先生可不可以自己吃飯 他可以自己吃飯 我說你先生可不可以自己上廁所 他可以自己上廁所 好 等於不賠 可是醫生說 他需要你要照顧 他需要你怎麼樣 他不能上班 我說長照險的標準 就是有一個文字的一個標準 你要符合那六樣裡面的其中三樣 既然你先生可以吃飯 可以上廁所 可以怎麼樣 他通通都可以 他只是割了某些地方的地方 還要休息 還要休息 這個就不符合保險公司的理賠標準 你們保險公司都騙人的 怎麼樣 我說你不要激動 你不是像我買的 我具實告訴你 你有什麼情緒向發言 你像你偷包的保險公司去申訴 後來我就把文字的部分 解釋給他聽 不是解釋 我照相給他看 這沒講耶 當初買的時候沒講耶 當時跟我講說 只要需要別人照顧的時候 需要怎麼樣的時候 保險公司很賠 你以前很看裡面的東西 所以說每一樣保險公司 它其實是一個法律上的文字 剛剛為什麼我們一開始 我們有很多的數字 有很多的文字來解釋 那這個長照寫 特別要用更多的文字 更白話的方式解釋給大家聽 就是它簡單講有六樣 其中要三樣 要符合 極度需要他人照顧 也許你想的需要他人照顧 跟保險公司想的需要他人照顧 大概不太一樣 那我簡單講一個更白話 也不能講白話 辦專業 我們有一個巴士亮表 請外勞那個巴士亮表 那個裡面的分數 大概要0分 或者是5分的 就是很低很低 很低 很低 那個才可能 太嚴格 才可能要符合長照的標準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種 還有人家的認知上的功能 簡單講不曉得時間 不曉得地點 不曉得你是誰 我是誰 實質 這兩個東西 其中一項就可以申請長照理培經 其實講到半天好像 好像 好像懂 又好像不懂 真的 他那個文字有些感覺 你真正發生的出來 下來之後 又忐忑不安 又不曉得保險公司會不會賠 最不喜歡的就是這個樣子 客戶大概也不喜歡 所以說這種保險 我比較少賣 我講真的 因為我不想 我跟你 我跟品化20年的好朋友 我跟什麼對不對 那個誰幾年的好朋友 因為這個小小理培經 沒理培到什麼 沒了 沒有黑 對 拉黑朋友 不是拉黑而已 因為他詛咒 什麼 我碰到太多了 我碰到太多了 好多記者的朋友跟我講 朋友就長久的 朋友就不要牽扯到利益 不要為了這個東西 我不賣 你真的要買 你去找別人賣 別人賣 以後不要罵我 我跟你還是好朋友 你去找你的某山某泰某幫的朋友去買 我就是單純的 所以 劉大哥他在這一行三十幾年的經驗 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原則 不碰就是不碰 不賣就是不賣 不該我賺的錢 我就不要 我想跟你維持好的關係 好的朋友 好的未來 我會正能量會越來越多 當然 這個朋友在罵我 那個朋友也在罵我 這個朋友也在罵我 全部都是負能量 都過來了 對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的有個叫金融評議中心 專門處理理賠糾紛 你知道每年 每年 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 那個理賠的那個比例最高的是什麼 就是有關這種醫療 醫療的名詞 因為你想的跟保險公司想的不一樣 像剛剛講的那個他心身癌症 你想的跟保險公司想的不一樣 就很麻煩 重要是他保險費也不便宜 他都是中生的 他大部分都是中生的 好我們再舉個例子 講那麼多的文字 講那麼多的白話 我們講他到底會理賠多少錢 這個比較重要 能理賠多少 好我們講一般人大概買一個 大概一年大概 我如果符合標準 如果啦真的是符合標準 一個月賠2萬 這個大部分是買這種 有的買1萬的有的2萬的 有的3萬的有的4萬 通通通都有啊 我們講一半一個月賠2萬 那一年是不是 因為他會買這個東西就是 看了滿街的外勞 怕我什麼樣的 需要請外勞 外勞很貴嘛對不對 需要透過保險嘛 那個以前大概2萬可以請外勞 現在不行了 那3萬 我們就講2萬 那一年是不是12個月 對 多少錢可以 24萬 對 那大部分人要進到這個 長照的這個理賠的標準 大部分啦 不是每個人 大概這個平均壽命5年 2萬乘以12個月 24萬乘以5年 霸禮 多少 多還是少 這樣算 多吧 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而且理賠蠻嚴格的 對不對 對 120萬我剛剛有講過嘛 那個塔位跟什麼 那個去扣掉去死 其實 其實真的能請到外勞 當時你買了2萬不夠 現在再買了 因為外勞會漲價3萬再買 對 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長照他的標準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有點模糊 他是認知模糊 裡培也模糊 文字很清楚沒錯 只是一般 對 這個很麻煩 而且很多人 很多人 長照以前他是生故不賠 直接生故不賠 他是要活的還在 還符合這個標準來賠 那他有些工作還要經過 六個月的觀察 譬如中風 譬如中風來講 有些中風是有些竹隔拐蛋 還可以做輪椅 還可以彈在床上 那我們講 中風有時候要經過半年的觀察 嗯 半年的觀察 半年 那中風不太容易好 那也有好的 但是好也就是可能 會不會彎轉 半年以後 你的有一點恢復 你不符合標準 也沒倍 他不是馬上就陪 他就經過六個月的觀察 但還要六個月嘗試 可是我前面的 我前面不行的狀態 你幹嘛又找保險公司 前面不行就是你的事啊 你什麼都要找保險公司 是吧 保險公司不是萬能的啊 保險公司 他的 理陪標準就這個樣子 你要清清楚楚 對 半年以後 經過復健 經過診療 經過治療 你就完全沒有恢復了 好我半年以後開始給付 而且很多人是直接往生的 有很多人是五個月又15天往生的 沒有 那沒有的話你繳這個錢 就沒有 對 而且又是中生的 所以這個保險 對他也是一樣 清楚了解 不要跟嘴巴講 中癌症就賠了 沒有中風就賠了 中風也有可以組個拐杖 還可以走的 沒錯 基本上就沒有 因為他可以上廁所 可以吃飯可以吃飯 可以幹嘛的 還是有自己能力的部分 就沒有 就是這個 清楚 但是我又想到一個問題 這個比較普雜 我覺得講的也算很清楚 因為如果從字卡上面來看的話 但是我突然想到說 有些人聽完之後覺得 我還是要買 我堅持要買長照 那幾歲的買長照是適合的 會發生長照的人 可能大概 四十幾歲的人 大概以後會有警覺 四十幾歲以後的人會有警覺 因為四十幾歲的人 他看來 就像我一樣 我們看來我們爸爸媽媽 可能就是六七十歲 發生了這個中風 行動不便 什麼什麼 他會 有那個要付費請外勞 要花心力去陪老 他會覺得他有所感 有所感 他的能力可能也還可以 他四十幾歲的人 可能才比較有感覺 想要幫自己規劃 但是還是那句話 把幣買的先買 多餘的錢 多餘的錢再買這種 這種東西 但是你一定要認知 一定要認知 不要到時候 又在那邊還 更可怕的還在後面 更可怕的是 你沒有投資 對 我覺得這個比較可怕 你沒有投資 你沒有投資 真的發生 你又不是符合長照的標準 可是你就是需要用錢 對不對 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因為保險不是萬能的 保險不是萬能的 你要符合他的標準 投資也沒有 又不符合你的標準 沒有 可是你又沒有謀生的力量 沒有 你又老了 你又什麼都沒有 小孩也不孝順了 然後我也跟他跑了 誰照顧你 是怎麼聽起來 好悲傷的感覺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對 自己要照顧自己 真的真的 自己要照顧自己 我一再強調自己要照顧自己 沒錯 所以說當然會講說那個 那這個有錢的人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是怎麼樣 到底或者是 對 我今天真的最後 在節目的最後我想要問劉大哥一個問題 就是 我有個朋友 就是 你說的那種就是很有錢 他真的很有錢 我有錢就任性啊 對 但是他 他有一家三口欸 然後 這也算是一個夾心麵包 對 他也算是一個夾心麵包 但他真的 他說 因為他跟我說幹嘛要買保險 因為我很有錢啊 我只要很會賺錢就好啦 為什麼要買保險 有錢人真的不需要保險這東西嗎 保險啊 像我現在的保險 大概前半輩子 所有的事情都OK了 都過完了 我現在就把我付出的保險費 當做做功德 對 做功德 但是 郭先生需不需要保險 郭先生不需要保險 對不對 因為他自己可以買好幾家保險公司 對不對 他不需要保險 那我這種是 說都還可以吧 當做 就是 有點回饋 有點回饋 對 來我這邊 聽我演講 聽我曾經講過 我就跟他們講說 問下面 你們台北市有一棟房子的人 請舉手 舉手 大概 在台北市辦演講吧 台北市大概有一半 新北市 桃園那一半 我說你們這些人可以出去 我說你們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保險 出去了 他說可是我們買的那個門票 還是要聽管 對 講座的票都買了 好 那我就講 為什麼你們可以出去 其實不是真的要叫你們出去 所以我一開始要破題 我說你們這些人根本不需要保險 就算沒有買 你們也不要太擔心 他說為什麼 我舉個例子 你們台北市一棟房子 最起碼大概2500萬 破公寓啦 2500萬起跳 那好一點的就 無限上千 那一般的滑下 一般的滑下 電梯的可能都要4000萬 5000萬 3000萬 最少 好 這個房子是你們的 當你們保險沒有買 可是你們到老了以後 大便沒有小便一堆 你又需要用錢 你沒有保險 你就很後悔 不要擔心 你的房子可不可以押給銀行 可以 以房養老的概念 懂嗎 不太懂 好我算給你聽 怎麼叫不懂 你可以不像銀行借100萬 現在房貸利息大概2.5% 你借100萬一年只要付 25000的利息給銀行 對不對 懂不懂 10年你付了 多少錢 5年我們講5年好了 5年你付了多少利息 對不對 25000乘以5 這個是12萬5 可是你有100萬 扣掉這12萬5準備付利息 因為房子有一種只還利息 不還本金 關限期 關限期 三年都不行 那你再換一家銀行 有沒有聽過 有 有聽過 有有有 原來是這個 那100萬夠不夠 不行 我老了以後 我不能煮飯 我不能什麼 雖然我沒有住院 我沒有什麼 可是我覺得行動不方便 我說沒關係 借300 這是借多點 這借多點 對不對 我雖然請外聊 你可以 你本來是這樣請一個國家 你一個泰國 越南 菲律賓 各請 300 這樣夠不夠 很夠 你借300萬 然後這個利息 就是按照比例增加 好 不管你借300也好 你借400也好 你借500也好 你的房價是2500 大概基本上夠 這個房子 悄悄的經過了5年 經過了10年之後 這悄悄的房子 房價都漲 會怎麼樣 我還沒講 還沒講 會怎樣 會增值 等於環境幫你還錢 對 哪個保險可以賠你 100萬 200萬 300萬 400萬 500萬 沒有 除非剛好你碰到 除非剛好你碰到 對不對 當然不是沒有機會 也是有機會 可是你平常把你的錢 省下來買個定期的保險 因為保費 不會很貴 你全家都可以都買到 萬一發生什麼事情 保險可以來賠給我們 可是我們省下錢去做好投資 不管是ETF 股票基金也好 總統不管 那個也賺了錢 賺了錢以後 那個賺了錢就不訂 我這樣以房子來舉例子 是其中的一項 是 因為這個大家有一點感覺 當你老了以後 你有一棟房子 你有什麼兩棟房子 你什麼保險都不要怕 印尼泰國菲律賓 你各請一個 三班制 我比勞基法還好 是不是 多好 劉老師你講對 對 現在房價有些地方很便宜 我去買那個綠島 我去買那個藍嶼 我說那個不會漲 還是要看 另外一個個體 對 當然台北市有1500萬 有房子的一些舉手的人 安了 聽不到5分鐘 可以出去了這樣 聽了5分鐘 每個都很安心 我問對 就是要讓你們安心 你們不要再擔心 但是有些孩子 房子要給我小孩 你要給我什麼 那就沒完了 那我是覺得 不要想太多 就算你花了500萬 欠銀行500萬 房子2500萬 3000萬也要 你剩下的東西 還是可以給你小孩 讓小孩再去背那500萬 而且房子還會在漲 OK 好像也對 所以平常一定要把錢省起來 做好投資 真的 因為投資賺來的錢 也是另外一種保險金 沒錯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很重要的觀念 很重要 很重要的觀念 自己幫助自己 是最好的保險 是 不要老是靠別人 這個也要靠別人 那個也要炮別人 到時候別人都不理你 靠自己最實在 一年去瑞士去兩次 歐洲去兩次 還是那句話 你什麼都沒有 拉黑他 拉黑他 當然台北市房子比較好 新北市 新北市也可以 討厭也可以 大概 現在都漲 概念都是這個樣子 了解 平常把錢省起來 買台積電周圍的 好不好 好 這個我就不懂了 這個我就真的不懂了 因為股票不是我的專業 我就講保險 可以 然後大家省錢 然後大家賺在 以後其他地方賺在盆滿 博滿 絕大歡喜 真的 真的 在你年輕 年輕力壯的同時 好好幫自己來規劃 對 年過半百之前 在三四十歲之前 好好來規劃 那像劉大哥這樣子 遊山玩水 聽個音樂 做醫美 我講做醫美不是去愛美 保釋最好的狀態 保釋最好的 心情健康 你看看我62歲 我講話中氣十足 真的 是不是 對不對 然後去那個 去那個音樂餐廳 對不對 還有人跟我要電話 人生是不是 是不是很 很美好 很愉快 他每天還 優柔寡 也擔心這個 久都會生病 先情影響一切 這是我個人體驗出來的 像人家都去爬山去運動 去做健身去做什麼 我的養生知道就多睡覺 對 常常被我太... 常常被我太... 我不是講我對 是因為我本來就是懶 然後睡覺了 因為我起來也不曉得幹什麼 有時候就能睡就多睡一點 好像也可以 行的啦 只要開心什麼都好 然後不要去浪費一些 其他的浪費金錢 浪費做一些無意義的 不要去亂喝酒 不要去把不正當場所 清清餘灌 沒有欠債 賺得盆滿鋪滿了 真的 沒錯 好 那聽完今天節目呢 尤其是上下兩集節目 真是受益兩多 也這邊非常感謝劉大哥 在我們台校之餘 學到了很多 學到了很多 真的真的 甚至覺得 看一看底下留言還蠻精彩的 我覺得 不管是抱怨也好 你們可以罵我 你們都可以 但是你們罵我的人 我告訴你們 我絕對不會回你們 如果你們硬要我回的話 我四個字回你們 叫阿彌陶佛 所以我覺得這個四個字最好用 因為 吵來吵去也沒什麼意思 因為 我講的只是 大家可以參考 當然你們可以聽聽別人的意見 但是你們也不能否定我的意見 是不是 多聽聽多想想 沒錯 這樣子比較中肯 對對對 那要請讓劉大哥 不管是話題性也好啦 對 這個討論度也高的啦 顏值啦 不管顏值啦 這完全跟年齡搭不上關係 對 你這是五字頭的劉大哥 真的 對我真的62歲 62歲 這樣身分證要拿出來是不是 來檢查一下 等一下不是要理那個什麼嗎 OK好 所以呢 投資朋友如果說你在這個 在保險上面 如果還有任何的問題 其實歡迎底下留言 我們 有機會的話 會再邀請劉大哥來上節目 OK謝謝 感謝我們的皮密保險王 我們劉劉大哥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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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幫我們五星好評 聊過你的投資話題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華冠投顧 111年 儘管投顧薪字第015號 詞